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4月25日 星期日 有人说呢 今年是美国帝国衰落的原因 让我说呢 其实去年是美国帝国衰落的原因 而今年3月18日 阿拉斯加中美2加2的会晤 是中美攻守转换的转折点 那从3月18日 中美2加2阿拉斯加会谈以后 我们明显的会看到 美国是开始呈现了被动的一个局面 那美国这个帝国败落 就是从去年开始的 从特朗普发起来这个贸易战 从川普开始全面的对华为进行围追赌截 美国就走向了衰落 那么今年我们就看到 美国所对中国发起来的这场大国之争 或者叫大国之战 越来越显现出来了它的后果 我们都知道 美国对华为进行打压 围堵华为 正在它得意洋洋的时候 它没有想到 华为公布说 你不给我芯片没有关系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芯片 我们研究芯片已经研究了十年了 我们芯片甚至于 我们在这十年当中 还不止于一代 我们都出了好几代的芯片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至少有两代吧 已经有了两代的芯片了 所以我们的芯片是可以马上就拿出来的 那美国又说你有芯片 你没有操作系统 你也不行 所以从操作系统方面 又对华为进行下手 那华为说也没有关系 操作系统实际上我们也有 我们已经搞了很久了 芯片我们有 操作系统我们有 为什么说我们以前没有拿出来呢 是因为我们就想给你们一口饭吃 美国真的是气疯了 然后就对中国全面的进行打压 三天两头的就公布一批名单 那终于在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在芯片方面的短缺 主要是表现在汽车行业 汽车行业因为没有芯片 而陷入了部分停产 大部分停产 甚至于趋向于全面停产 那美国对产业链的这种破坏呢 也给美国自己带来了很严重的危害 汽车行业缺少芯片 就从中国也蔓延到了美国 以及整个世界 美国欧洲的汽车工厂 都因为缺少芯片而陷入了停滞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们就惊奇的发现 中国的一个汽车厂 他们一点都没有受影响 那是谁呢 那就是比亚迪 比亚迪为什么没有受影响 我以前也做过视频 讨论过这个问题 跟大家介绍了 比亚迪不缺少芯片 是因为比亚迪以前 他就是芯片代工企业 他已经在芯片行业 深耕很多年了 所以当缺少芯片的时候 别人缺少芯片 比亚迪不会缺少芯片 那么我今天还看到了 一个小短文 这个小短文里面说了 比亚迪不缺少芯片 这里面也有华为的功劳 如果单靠比亚迪的话 还真拼不过美国 这里面又是华为 又是让美国非常头疼的华为 现在我就给大家读一下 这个小文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痛快 这篇小短文是这样的 说比亚迪从2月份开始 他的车机芯片 由美国高通625更改为 中国华为麒麟710A 华为麒麟 大家已经不陌生了 对不对 由中芯国际代工 实现了芯片的完全自主生产 由此比亚迪整车 几乎完成了包括芯片在内的 全部国产自主研发制造 比亚迪车机芯片 从台积电14纳米工艺 更改为中芯国际14纳米以后 车机芯片性能综合提高了35% 明白了吗 不光这个芯片呢 中芯国际可以生产 而且 华为的这个芯片 它的性能提高了35% 什么原因呢 主要原因在于高通625 为A53八小核设计 而海斯麒麟710A 为四大核加四小核设计 四大核加四小核 就比那个八小核要强多了 整体堆料更多 算力更强 助力比亚迪车机芯片流畅度 进一步的飞越 华为比亚迪强强联手 最终实现了中国完全自主生产的电动汽车 比亚迪汉月销量稳定在1万辆以上 成功破灭了30万价位BBA的销量神话 让中国汽车品牌走向了高科技豪华车的新风 希望华为和比亚迪这种高强度研发型企业 可以继续努力 带领中国产业水平奔向前所未有的星辰大海 让中国科技水平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成为最耀眼的那颗明星 那美国调起来的这个贸易战 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这些围追堵截 其实那是坏事也是好事 从短期来说肯定是坏事 但是从长期来说却是一个好事 美国这一逼就把中国逼出来了无限的潜能 中国在高科技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由于中国政府的主持和帮助 中国的半导体行业的科技公司此起彼伏 就好像是雨后春笋一样 现在中国差不多达到了一个全民搞研发的这么一个热潮 据说华为现在正在研制光刻机 因为美国看到中国有了芯片设计技术以后呢 就控制对中国的加工 不给中国加工 那中国想自己加工呢 光刻机也不卖给你 所以呢 中国现在不仅要自己设计芯片 要自己生产芯片 因为缺乏光刻机 对一些比较尖端的精细的芯片的生产呢 还做不到 因为没有光刻机 中国现在可能只能生产14纳米以上的 这就是为什么比亚迪会不受影响 但是呢 华为手机会受影响 因为手机用的是5纳米以下 甚至3纳米以下的芯片 这些芯片呢 中国现在是加工不了的 所以华为呢 现在也在研制光刻机 同时呢 中国还在研制一种碳级芯片 碳级芯片呢 如果研制成功 就和现在的硅基芯片不一样了 光刻机是用来生产这个硅基芯片的 如果碳级芯片研制成功的话 光刻机就不用了 直接进入碳级芯片的时代 但是呢 美国也不怕 美国就认为呢 你中国来研制这些呢 需要时间的 没有十年的时间 中国恐怕追不上半导体 现在最先进的水平 但是 他们现在很吃惊的发现 中国在科技方面的飞跃 就像中国在经济方面的飞跃一样 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那2019年的时候 中国在世界专利组织所注册的专利呢 就超过美国900多件 那当900多件 你会觉得这不算什么的时候 在第二年 中国所注册的专利一下子就跃升了十倍 超过美国 9000多件专利 将近1万件 超过美国 成为全世界第一 那我昨天呢 还做了一个视频 跟大家介绍了 英国有一位情报高级官员 他对全世界提出来一个警告 他认为中国的科技 正在突飞猛进的发展 如果世界不赶紧努力的话 让中国超了过去 中国在科技领域 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地位的话 那中国很有可能 对英美欧这些国家进行秋后算账 同时我昨天在视频里面还跟大家说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也提出来 现在我们在进行绿色能源的转型 他也提出来一个警告说 我们应该小心 中国现在在绿色能源方面的专利 占到了三分之一 他说的是没错的 中国在绿色能源方面的技术 这些年以来 经过不懈的努力 是全世界最强的 如果要发展绿色能源的话 美国现在惊奇的发现 他们已经离不开中国了 他们比这个5G 还更加离不开中国 现在他们还出现了一个最让他们头疼的一件事情 他们有一张牌 他们意识到可能是打错了 现在让他们无比的被动 那是什么呢 就是新疆这一张牌 我们都知道 美国为了打压 围堵 破坏中国 打出来了新疆这一张牌 不惜制造世纪谎言 凭空捏造事实 对中国的新疆进行污蔑 目的就是为了破坏中国的一带一路 那现在他们发现 要进行绿色能源的转型 就离不开太阳能 以及风能等等 但是 现在世界上的太阳能板 80%都是中国的技术 80%都是由中国控制了市场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在太阳能这个行业里头 这个产业里头 是离不开中国的 而有一个事实 让美国非常的崩溃 那就是这些太阳能板 以及制造太阳能板的这些原料 全都来自于中国的新疆 那现在可怎么办呢 美国发起来的 对新疆的造谣 以及对新疆棉花的抵制 还没有见到什么成效 那么现在又来了 如果说新疆的棉花 可以让他们绕过去的话 那么新疆的太阳能板 以及太阳能板的原料 如何来绕过新疆呢 用还是不用 如果用的话 前面对新疆的那个造谣污蔑 什么强制劳动啊 什么种族灭绝啊 这个指控怎么办呢 这个指控能够承认 它是一个错误吗 如果不承认它是一个错误 如何来使用新疆的太阳能板和太阳能板的原料呢 难道说使用棉花的时候 就在乎强制劳动和种族灭绝 使用太阳能板和太阳能板原料的时候 就不再在乎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了吗 难道说当你不需要它的时候 人权就是一回事 当你需要它的时候 人权就不是问题了吗 那到底人权强制劳动 以及种族灭绝 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 对吧 如果到时候舔着脸 就用新疆的这个太阳能板和太阳能板的原料 那自己的脸岂不是被打得啪啪作响呢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的频道